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周润发釜山土真言 97之后很多事变了 我们不得不留意政府 回应裸捐56亿 周润发笑谈 老婆决定的 我不想捐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上面的视频 来自10月5日釜山营展的一场记者会 周润发釜山土真言 97之后很多事变了 我们不得不留意政府 综合美国之音 法广 韩联社 联合早报 我们现在有很多限制 现在是很难的 但实际上 我们会尽量我们的最好 做我们的《香港精神》的电影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但在1997年 很多事情变成了 我们必须要注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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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重要的 因為中國市場是很大 所以我們會找出一個解決 去做生命 現在時,我什麼都沒有,就離開世界 我死的時候,什麼都帶不走 這些東西都不是我的 新案物,有哪些人需要的就拿去 韓國喜好看的就是 它的題材很廣闊 還有韓國電影政府的支持 還有他們的自由度很大 所以他們的創作人的思想會很廣闊 有很多題材,我都覺得很驚訝 他們敢拍這些 我覺得他們無限想像力 創作力也很厲害 好看的 好看的 還有很開心 興奮 10月5日 香港著名影星周潤發 在釜山海雲台區 PNN劇場舉行的記者會上 對韓影給予高度評價 稱韓國電影最大的競爭力 在於其創作的自由和豐富素材 周潤發說 有時候會驚訝於韓影居然可以拍這類題材的故事 而港片在自由表達方面仍受限制 今後將全力創作融入香港精神的電影 對於香港電影《黃金時代》落幕 韓國電影在國際上展露頭角的現狀 周潤發說 當一個地區停滯不前時 有其他地區在領風騷走得更遠 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 韓國電影的興起給人們帶來了極大鼓舞 在五日記者會上被問及今年7月確診冠病時 傳出重病婚禮的假新聞 他笑說 不只是生病 是傳出死訊 我完全不在意 從影50年的周潤發認為 活在當下最重要 把生死看得很淡 坦言 我不怕變老 也沒什麼害怕的事 這就是人生 有生就有死 周潤發分享自己現在靠慢跑健身 11月19日會在香港跑半馬拉松 明天會在釜山跑10公里練習 甚至百無禁忌拿死訊假新聞開玩笑 可能跑一跑就死了 這樣就不會再有假新聞了 周潤發讚 釜山是個漂亮的都市 釜山人很親切 也對韓國美食贊不絕口 就連外國人文字色變的昆蟲小吃也沒在怕 還說 殘永是他最愛的零食 更預告 我等下要去吃章魚 周潤發與妻子陳慧連西夏五子 2018年見完禁空法師後 宣布死後裸捐所有身家56億港元 9.8億新元 傳為佳話 聊到這段美談 周潤發不改幽默本性說 不是我要捐 是我老婆決定的 我也不想捐 都是我辛苦賺的錢 接著他認真的說 反正人來到世上時什麼都沒帶來 走的時候沒帶走任何東西也沒關係 至於自己能夠一直演戲 還受到他人尊重 周潤發謙虛地說 很開心 大家願意這樣看待我 稱我為巨星 但事實上 我是一個極為普通的人 周潤發現場再度拿出手機 跟韓國記者自拍 還以AirDrop傳照片給所有人 完全沒有影帝架子 韓國第28屆釜山影展10月4日晚開幕 亞洲電影人獎 即去年頒給梁朝偉後 今年依舊是香港影帝的天下 頒給周潤發 影展由宋康浩擔任東道主 負責接待各國來賓 他上台擔任影言人 頒發亞洲電影人獎給周潤發 宋康浩說 非常榮幸能頒這個獎 他是許多電影人心目中的偶像 不是超級英雄 而是大螢幕裡真正的英雄 電影界的大哥 我要介紹大家 心中永遠的演員周潤發 不少知名電影人拍片祝賀 劉德華說周潤發一直是我的偶像 許安華說 與周潤發合作非常愉快 他雖然是巨星 在片場卻總是充滿親和力 李安感恩周潤發 讓我跟你有合作機會 我真的是受惠無窮 這是周潤發 闊別14年在訪韓國 他在五千人的歡呼聲中上台 以粵語發表感言 謝謝大家的光臨 我1973年開始演戲 今年剛好50年 50年是很長的歲月 但回頭看又好像昨天而已 謝謝香港 TVB公司給我很多機會 很謝謝香港電影界 幫助我可以到很遠的地方 並對台下的妻子致謝 謝謝我的老婆讓我沒有後顧之憂 可以集中心力在演戲 周潤發不忘感謝影展和韓國影迷 謝謝福山電影節給我這個有意義的獎 謝謝很多韓國朋友一直給我的支持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他講完感言後 突然把講座递給翻譯 接著從西裝掏出手機 要跟台下觀眾大合照 他還小秀韓文 快點快點 沒有時間了 要全唱一起說pinti 微笑 拍完照後再撂韓文 很開心 謝謝 我愛你們 逗得全場笑開懷 韓聯社稱 此次電影節期間 將特別放映周潤發的代表作 《英雄本色》和《臥虎藏龍》 以及他的新作《別叫我賭神》 電影節還特別策劃 題為周潤發的《英雄本色》的項目 回顧周潤發的電影生涯 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來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個常駐六度簡報的觀察員 今天要給大家帶來的新聞是關於香港影星周潤發 在釜山影展的記者會上的一些真言 首先 周潤發對韓國電影給予了高度評價 稱讚韓國電影的創作自由和豐富素材 表示有時候會驚訝於韓影能夠拍攝這類題材的故事 而對於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的落幕和韓國電影在國際上的展露頭角 周潤發表示 當一個地區停滯不前時 有其他地區在領風騷走得更遠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情 韓國電影的興起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鼓舞 除了對電影的評價 周潤發還分享了自己對生死的看法 他表示活在當下最重要 對生死看得很淡 甚至開玩笑說可能跑一跑半馬拉松就死了 這樣就不會再有假新聞了 他還讚美了釜山的美麗和釜山人的親切 對韓國美食贊不絕口 甚至表示殘勇是他最愛的零食 另外周潤發在記者會上也提到了自己與妻子的裸捐事宜 他幽默地說不是他要捐 是他老婆決定的 他也不想捐 都是他辛苦賺的錢 他認為人來到世上時什麼都沒帶來 走的時候也沒帶走任何東西 他還謙虛地表示自己是一個極為普通的人 最後我想說 周潤發的這次釜山之行可謂是充滿了幽默和親和力 他不僅與韓國記者自拍 還以AirDrop傳照片給所有人 完全沒有引地架子 他的幽默和大方讓人更加喜歡他 對於周潤發的言論和觀點 我個人認為他的看法很有趣 也很值得借鑒 他對韓國電影的讚美和對生死的看法 都展現了他積極樂觀的態度 而他的幽默和親和力也讓人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那麼你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對於周潤發的觀點和態度 你是否有不同的看法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提出自己的觀點和問題 讓我們一起分享和交流 共同探討這些有趣的話題吧 謝謝您的收看 上面播報的內容 是六度團隊推薦的全球專業媒體 智庫 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最新報道 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 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亦不能作為任何舉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 網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 台灣何立峰的訪美之後 我想接下來談一談 今年下半年的一些事情 其實過了中秋之後 今年2023年實際上三個月 對北京而言 十月中旬的這個一帶一路論壇 還有十一月份在舊金山的APEC 是最大的外交事務的這個一個論壇 一個機會一個平台 那對內就是比較重要的 十二月的政經局會議 還有中央經濟公眾會議 還有全國金融公眾會議 當然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中共二十届的三中全會 到底開不開 通常持續在十月份 在十一國慶之後 十一長假之後會召開 這個郡長你有沒有什麼線索 三中全會會不會開 最主要還是討論經濟議題嗎 這三中全會呢 這個在共產黨的三中全會 特別是就是第一 領導人在第一個任期的三中全會 是最重要的一個會議 就是新領導就任 一般他這樣的 產生這個領導人的 整個執政的中心 而且從中國共產黨 從十二大開始 他的每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這四届三中全會 都是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 這個一個決議 那麼像習近平民國十八大 也是可以讓市場在資源配容 起決定作用 在十六大還提到重要作用 還是說像十四大對 十四大其實重要作用 十六大我沒有看的這個提法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一個會議呢 在二十大上呢 那你可以有兩個理解 這沒必要開了 因為現在習近平 反正他現在連任之後 他又不是什麼新領導 他要繼續落實他東西 那當然也可以就說 在原來的 我原來就注意到 就是原來共產黨的文件 在習近平的時期 特別第一件是超常 超常的原因就在於說 他必須 他不能否定老的東西 因為那些常委什麼都還在 你同時有些人還要徵求元老意見 他同時呢 要塞進自己心動 以後就使得兩種說法都並存 比如關於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呀 對於中國主要任務的這個看法呀 還有各個領域中看法都這樣 那麼現在呢 他是也可以開一個會 就是他把這個文件搞得乾乾淨淨 就是他自己的心理念就行了 這也是可以開一個 但現在呢 如果假如可以開就難產 難產的原有節經濟是不好 如果你看一下 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大開的時候呢 中國經濟都在從一個第一潮走向 就是從一個低谷啊 百分之十以內啊 走進了百分之十 超過百分之十二大 城市經濟還是 當然農村改革搞到這種程度 城市全面經濟改革 十四大呢 是要落實鄧小平的 九三月落實鄧小平的南巡講話 南巡講話 中國經濟開始回升 從八九年之後的智障 開始要回升出來 那麼十六大的時候呢 又是中國加入世貿之後 要有個新的一個發展的高潮 那麼十八大呢 是習近平上來之後呢 那個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增長速度 但是呢到了習近平現在呢 他要開個三中學會 是在中國的經濟在持續的增長 在下滑的時候 他要開這個會呢 他是他要有些說法 這種說法就是他能不能 比如把他跟他的那個供給策 還有這個新常態 給他真正的塞到這個文件裡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看的一個 但是呢 現在在經濟形勢不好之後呢 開這個會是有點難產 不像原來的 當然原來那個會議 我也沒有去研究 就是要開會呢 製造出一個景氣 就新領導商人的時候 你知道共產黨是可以製造出 這個短期的景氣來的 這可以操縱的 所以當時中國原來股市時候 人說中國股市既不是牛市 也不是熊市是豬市 就是朱鎔基的市場 朱鎔基讓他長 他當然股值升一倍 他也能做到這一點 那這 所以說呢 這個現在的習近平 這個形勢不好呢 他也是 政策是應出進出 這都是原話 應出進出 所有的文件 但是現在經濟形勢還是不好 所以可能 我想他可能 當時應出進出 也是這樣開好一個會 結果這個會 現在如果經濟形勢不好之後 他這個會是不是會開的灰頭土臉 當然了 共產黨我老說 兩件事是搞不垮他的 一個就是軍事戰敗 他只要在內部吹噓 他打了大勝仗就行了 對吧 在熊蝦子島 在一些地方在新疆 叫人俄國人給打得痛之後 但是他可以吹 他自己打了勝仗 然後 這反正是災星變救星 然後 喜事辦成 喪事辦成喜事 他是最擅長的 明明武漢 遭受這個重大的疫情 他一年後 他開這個抗議勝利式大會 還加頒獎 什麼這個英國 國家一級的什麼 模範什麼之類 但是他這個 在這個經濟上 我就軍事戰敗 他不會 還有一個經濟不好 就是其實 北韓時期 蘇聯時期 就斯大林時期 還有毛澤東時期 都餓死過人 但是他還是可以照樣去 穩定的穩如盤石執政 所以這兩個問題是搞不垮 你看到 所以經濟是不好 他也可以開個會 但是我不知道 這個題目來說 我在想是不是 這個會就不開了 現在看來好像不是不開了 說咱們假定 他還能不能開好這個會 是吧 這個會我想他要開還是可以開的 因為他現在需要一個 一個一個重大的場合 把他的思想乾乾淨淨的 端給這個世界 前面的兩次呢 他還是受制於 特別是十八屆的時候 他還受制於元老 受制於這個新的這個 當時的那個常委班子 嗯 郭楊教授 你覺得開不開了 三中全會 沒有不開的理由 但是也沒有開的效果 因為這個 中共他在二十大之後 習近平是這個全權在握 所有的這個政策方針路線 都是他一個人說的算 而所有的核心的重要黨政官員 全部是他的啊 子弟兵啊 所以他並沒有一個路線上面 必須透過全會來確定啊 這樣的一個需求啊 因為中共無論是全國代表大會啊 還是這個中全會 他基本上都是會議之前的 協商鬥爭確定 這比較重要 那麼會議本身只是一個過場 那麼現在既然沒有重大事情啊 需要這個鬥爭或者是確定和協商 因此這會議開的必要性是非常低的 但是也沒有理由不開啊 不開可能就是難產了啊 啊現在他全權在握 所有的黨政官員都是他的子弟兵 那哪有啊難產的這種可能性呢 所以我想這次會議啊 是照樣會開 但是行李如宜 不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新鮮的 一個政策的宣誓 因為今天習近平經過十一年的執政之後 他所能呈現的政策和方向 都已經清清楚楚的告知於世 而且清清楚楚的寫在黨章啊黨綱裡頭 所以根本就沒有啊 必要再透過一新的這個啊 三中全會來宣示新的政策啊 那麼現在中共的問題是在於執行問題 而不在於新路線的問題 因為習近平他路線已經固定了 他不會有新的政策和路線 而是說他宣告的政策路線 是不是能夠有效執行 以及更重要的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解決 他所期盼解決的問題 有沒有辦法啊 反和中國大陸社會上各種層次的矛盾 以及各種發展上面對的瓶頸 是不是可以突破 這些都是執行層面的問題 這些執行層面的問題 有各種工作會議啊來面對 而不需要透過中全會啊來面對啊 所以這個中全會舉行的必要性是相對下降 而且今天中國大陸所面對最大的問題 並不是政治路線的問題 而是實際經濟或經濟實物 面對嚴重的問題 嚴重的程度啊 是有人認為要十年才能夠緩和下來啊 因為他現在內外交迫之下啊 他這個整個的這個產業的發展 或者是社會的消費 或者是國內外的投資 或者是對外的經貿都面對啊 非常嚴重的衝擊 而且這些併發症是一起爆發開來啊 一起爆發開來 你就沒辦法用一個簡單的政策來解決來處理 而是必須多管其下 而且花很長的時間 而且非常有效率的執行 才能夠反對這些問題啊 那這些問題呢 就不是政治性質比較高的中權位所可以面對的 因為我認為中權位是會照常舉行 但是不會有太驚人的這種新的政策的一個宣告 和平如果三中權位開的話 你是黨政專家 習近平拿什麼成績單來跟黨內報告交代 三中權位是肯定開 關鍵是什麼時候開 對吧 我是希望呢 三合一 就是人大 政協 黨的會議就一個州 而且我是主張別一年搞一次 但是黨章的規定呢 每年要開一個前會 那今年二分已經開了一次了 再搞一次呢 是多了一點 所以如果能夠退職到明年 是比較合適的時間 因為現在啊 官院 民院 商院 三院 可以說是 按照王正濤的日期 可以說是爆發 或者矛盾似乎有某種集結 正在解決之中 那麼一個 習近平要不要下 重要 如果下重要 大風水 又重新呢 就北搞了一場 本來要打掉過熱的經濟 本來要清理 某些系統 要進行調整 那就等於又是北搞了一場 要重新來過 但是呢 你不放水 不去刺激經濟 不去恢復大家的這個信心 麻煩又很多 所以這個裡面實際上 至於一個 可以說是 有一些難度 這就要看呢 9月份的數據 10月份的數據 因為8月份的數據 一來 這些經濟水假就開始 又說中國通口緊縮的話 就不見了 媒體西方就看不到了 又說中國崩潰的 那就弄掉 又不見了 媒體就一震風 又開始說了 中國有可能穩住了 甚至昨天大摩 還把中國的經濟增長 又調回來了 又調回來了 所以王永濤不是又要失望了 所以這個難怪啊 人也是難過的 但是他真是會慢慢過 那麼中國現在最大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對習近平沒有信心 對這個王永濤呢 這個有期待 但是王永濤所期待的局面 他沒有完全成熟 還要等到下一次高潮 因為在我看起來 如果全世界的經濟 也開始恢復平緩的狀況 中國的經濟也會相應恢復起來 我今天看到數字 越南的第三季度的GDP 這個又有回升 雖然不像原來日期的那麼好 那麼也不錯 那麼就意味著出口 在中國方面 也有可能會回升 那不僅是出口了 國內的消費的熱潮 最終能不能對經濟取到一種穩定的作用 因為現在中國的根本的問題 還是信心的問題 對習近平沒有信心 對共產黨沒有信心 對現在的法治反擊沒有信心 但是這個東西人就是這樣的 你要看經過一段時間 發現有沒有機會 王靖濤能不能回來 如果王靖濤回來了 有可能重新提起另外一個信心 搞了半天王靖濤還是在美國當主席 可能他慢慢就又不得不接受習主席 這個和平這個對君濤 這個有很多期許 哈哈哈哈哈哈 調侃 對我有很多調侃 我是用比較 我是用比較這個 另外的完整的強法 哈哈哈哈 有點時間 這個台灣這個三中權位之後 談談這個剛才和平提到的 中國現在一般民間 充滿這個民怨官怨跟商怨 但是最主要是精英階省跟老百姓 對很多事情的不滿跟傷心跟痛苦 那當然不滿是最主要針對習近平 郭楊教授 你覺得現在中國社會像一般的這種情緒 這種情緒怎麼樣的修復 我最近去了一趟上海 待了好幾個禮拜 哪怪你的網絡收到不好 哈哈 中國的這個東訊上面問題很大 像我今天在台灣呢 我也是用這個我們台灣叫吃到飽 就是你沒有WiFi 而且直接接收這個 直接使用這個電信公司的這個網路 非常的良好 而大陸就是非常不良好 時段時序啊 我我我親身接觸的一些這個大陸的這個學者 還有一些這個老百姓 我覺得他們的民怨很深啊 特別是這個這個大學教授啊 那麼他經常接觸年輕學生呢 我問他現在這個中國大陸啊 這個民眾呢 一般對政府的這種態度是怎麼樣 他說他覺得非常嚴重 就是說這年輕一代 這小紅粉 他可以說在一個成品富裕 直代長大 而且呢 是受到中共整個的一種 宣傳教育下長大 所以他對現狀 基本上原來是很滿意的啊 而且沒有太多不同的意見 可是經過新冠病毒的三年的嚴格的管控 他們覺醒普遍的對中共嚴厲的統治 對人民自由的多方的限制啊 以及各種啊管控的措施 比如說這個啊一舉一動都是沒有隱私都全面官方可以掌握啊 好 那麼尤其官僚主義的橫行對人民帶來種種的不便和痛苦 那麼他們是深刻的感受到 所以這二十上下啊 甚至是不到二十歲這些年輕人啊 他們啊 原來是對現狀最滿意的一群人 現在變成對現狀是非常不滿意的啊 這非常不滿意 而且直接的怪罪於中國的啊 這個啊官僚體系和中共的統治方式啊 所以他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啊啊 啊另外呢 很多的民眾我感覺他們對政府完全不信任 比如說我在上海坐計程車我問他們說哎 那上次那個啊去年12月8號全面放開不管制啊 新冠病毒的這個啊各種管制措施之後 情況到底如何啊哎呀情況糟糕透了 我說是不是死了很多人還用講嗎 哎我就隨便講是不是一天有沒有死一萬個啊 你們上海市他起一職啊 我說你講起一職那你有什麼根據 哎我一個親戚啊啊啊在家就死掉了 就通知這個政府啊這個啊啊這個啊 然後要來來來把私利運走就等二十一天 二十一天才來運呢可見這個是他們這個啊 多麼的忙碌啊使得多少人啊啊 所以他說中共完全掩蓋真相然後所公布的數字 完全不可靠然後問他們這個現在年輕人失業 是不是很嚴重啊當然嚴重啊啊他們說這個 現在官方公布的百分之二十一啊是啊比較啊 這個有名的高校啊畢業生失業率百分之二十一啊 可是如果把全國範圍年輕人來看的話 他們比較相信一個專家的評估就達到百分之四十七啊 也就是剛畢業的年輕人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四十七 這非常嚴重啊我就覺得他們對於官方呢是高度的不信任 很不滿意了哈但是今天所有的問題 都是被啊強制的這種啊壓制住強制的掩蓋住 讓人民無法充分的表達也更不可能去採取抗爭的行動 因此這個不滿啊是埋藏在心裡 埋藏在社會的底層而沒有全面爆發開來 但是這些問題你究竟有沒有去適當去疏導也是個大問題啊 因為今天中國大陸的這個啊言論自由的空間是越來越萎縮了 比以前更更嚴重嚴格的管控人民的通訊和思想啊意見的表達啊 所以這個啊人民也沒有發洩出口啊言論自由有一個很大的效果 就讓人家舒緩你的不滿你能發洩表達出去之後 你可能心情會比較好啊 那麼現在是非常鬱悶 激在心裡表面上他沒有採取抗爭的行動 但其實在內心深處是越激越深 越來這個啊不滿的這個情緒越來越高張 而一旦爆發開來 那麼他的衝擊他爆發力可能更大啊 所以今天我覺得中國大陸他們啊 面對越來越多的不滿是採取越來越高壓 越來越緊縮的一種控制方式 但這是不是啊啊能夠根本解決問題 是個很大的啊啊可以懷疑的一個地方 嗯 河冰那個你在嗎你在線上河冰 哦我在 你覺得這個憤怒鍋蓋啊 習近平敢慢一些掀開了怎麼辦 哈哈 我知道這個問題吧 嗯 如果經濟穩定了啊 啊那麼就業 背負了啊 啊然後自由度啊 啊又背負了一些狀況 然後人們又從身後中間得到了更多的啊 這個啊 這三年疫情被人的傷害的一種恢復 那這個創傷也會慢慢的調節下來 但是我從中共的宣傳的系統來看 就是他所謂的這些所謂的媒體啊 我感覺的真的是很難 中共的這個媒體 可以說是中共有有黨以來 最惡劣最無恥最笨足的一個階段 那個報紙我就已經批了幾年了 那根本就不是人看的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在騙水 到底在欺騙水 到底要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如果你要習近平看 你就直接搞一個新人民日報 中央電視台 中央廣播電台的中南海版就可以了 全部是習近平的新聞 全部是根本黨的新聞 但是另外一派你要欺騙人民 你要煽動人民 你要有另外一套手法 對吧 你他現在那欺騙的不會欺騙 這就是我覺得他在邪門了 他那個媒體就一樣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講假話 空話套話 對吧 無聊的話 沒人看的話 令人厭惡的話 令人懷念的話 另外一批呢 就允許那些民菜分子 民菜極端分子 捏造很多西方不存在的問題 捏造很多根本不是的這個事實 來發生呢這個對西方的仇恨 而且針對很多的個人 西方的政客西方的名人 都是中共的宣言系統放徵來進行攻擊 這種情況產生了一種呢 更加惡劣的狀況 你不像老毛那個時候 反正就是喊打倒美帝國主義 打倒蘇修就拉倒了 對吧 不是 他們現在採取的說法是很低劣可以說是 很粗糙 所以這個宣言系統 現在已經是神通上去了 應該是他知道一些問題 但是呢 還沒有看到改善的效果 如果這個宣言的系統 不給予人民一些基本表達 這個心情 社會生活 甚至一些娱樂的想法 娱樂的生活 那這個社會變成一個什麼扭曲的社會 我們真的不知道 對吧 根本就知道 軍隊生活非常無聊 所以還搞個文官團 你現在文官團也取消了 對吧 那你誰去安慰這些單身漢的 這些當兵的 這是 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東西啊 不像美國 美國軍人呢 還可以去嫖妓 中國的軍人 我不知道能幹什麼 你憋在那個房子裡面 我曾經就在軍隊裡面問過一個一個 軍人 問過幾個軍人了 我說你問站剛的時候 你最想的是什麼 偷偷告訴我 就想把那個藏 那個 那個人給幹掉 因為他沒什麼事幹 他無聊啊 他憋得慌啊 對吧 那中國現在年輕人的這個影視啊 這個這個這個電影電視啊 那簡直就是不是人看的 就說中共的這個這個宣傳和文學現在到了這等地步啊 那根本都成了吹牛嘛 最擅長的欺騙嘛 最擅長的宣傳嘛 就搞成這個樣子 我我我完全不可理解 對吧 習近平還是比較愛好文學的嘛 還是喜歡宣傳的嘛 對不對 蔡奇也是啊 還是一個社交媒體的高手嘛 且文章也寫的很不錯吧 對不對 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不理解 不理解 軍長博士來 來最後跟我們一個總結吧 這個民怨衝天怎麼化解 對 其實怨呢有兩種 我覺得任何一個國家在轉型時候 在發展快手和慢手都有怨 就是比如說 美國在軍隊有個很著名的社會的調查 就是發現在本土的軍人呢 那個實際上他的這個不滿程度低 而在海外的駐軍的不滿程度高 但海外駐軍上的提升的更快 大家對這個 為什麼他覺得不公平 就說 我就說快速發展的時候 民怨有時候比一個穩定的一個農業的一個不發展社會 停車可能還民怨多一點 但是那時候的民怨呢 它是有一個積極的推動這個社會在改進 那麼還有一種怨呢 就屬於中國奉建王朝說 誰可宰州亦可不州對吧 這種怨氣什麼呢 就是能夠推翻狗呀 這種怨在某場是跟恨在一起的 它不是簡單的怨 那麼所以我覺得區別這兩種就在於說 他這個怨氣是不是在一個能夠調整 就給統治者一個動力刺激 讓統治者能夠消化 能夠調整解決的怨氣表達的問題 這是最關鍵 那麼在自由民主社會 毫無疑問他能做到這 比如對拜登對川普不滿意 就把拜登選上去 拜登不滿意 再把什麼什麼人再選上去就行了 他就他這個怨氣就得到一個宣言 而中國這種制度呢 就完全依賴於統治者自己 毛澤東死了鄧小平上 大家怨氣小了點 鄧小平後期這個怨氣又大了 完了就這樣的 但是這還可以 關鍵習近平現在搞了一個終身制 就使得這種怨氣就是已經到了越憋越多 而他這個傢伙有點是這個酒牛不回的那種勁 他毛澤東比如他有些搞不行的往後退 這個習近平呢他有一竿子走到底 他今天又開始說了 什麼信念是什麼什麼 有了信心就什麼 反正說了一堆就是 剛才和平就是沒好罵他 說了一堆就是那狗屁的話就說 和平還我覺得怎麼和平 你剛看到共產黨宣傳 共產黨宣傳的胡平早說 共產黨是一群很奇怪的騙子 就是他說一個都別人騙你吧 是讓你相信 比如趙平說 我說我語言都讓你相信 共產黨騙你吧 是你不信他抓你 你信了他更抓 因為你要抓他有緣的自由 你去當他有緣的自由 你試試馬上把你給他送到監獄裡去了 所以說這是一群 不把他的人民變成變態 跟他一樣變態啊 他是不罷休 就是人民在他那就是要歌功頌的 誰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他還要裝著熱烈贏 所以這個我覺得 現在的中國的怨氣 是一個不能化解的怨氣 而且是越激越深的怨氣 這是這個政治制度有問題 好 這個軍刀點出一個這個重點 就是中國的政治制度啊 這個有問題 那到底怎麼樣 其實是我們中國研究院 一直想要探討了 中國的時政跟時局 跟中國的體制 以及中國的未來 能夠走下什麼路 我不曉得 和平還有沒有什麼補充 國上教授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 還有沒有 和平 中 中秋節快樂要補充 對對對 這個一定要補充 中秋節 這是非常重要 對我們華人來講 中秋節非常重要 大家樂園樂園人員 大家一起這個共殘缺 OK中秋節 祝大家所有的觀眾 還有我們一直支持 我們中國研究院的觀眾啊 這個大家都有個 中秋愉快的中秋節 那也謝謝和平 謝謝陳國陽教授 謝謝王君濤博士 謝謝三位嘉賓 也謝謝所有民進觀眾 對我們的支持跟觀賞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研究 到此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好 佳節同樂 好 佳節同樂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